大家好,我們是台南海市的學生 我們的專題是重力式自動焊接器 而我們現在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焊接工廠 我們的重力式自動焊接器 主打快速上水,價格實惠,環保又不用電,而且又安全 而為什麼安全呢? 因為在一般手工廠範中,我們的焊橋會噴渣,會被使用的人造成抗傷的風險 另外,在焊接時,也會產生輻射和有焊接器 這些都會被整體健康造成危險 而我們的作品,就是為了解釋這些危險的作品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作品 先到我來介紹我們的作品 我們的作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底板 我們底板就是採用了鐵板 為什麼要採用鐵板呢? 因為鐵板的重量比較重 可以相對提高整體的穩定性 不會讓它隨便浪泡 之後我們的第二個部分是 那個三根管子 第一根,這一根是為最主要的主軸 它可以控制管子的下降 然後這兩根是控制左右,不要讓它搖晃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上板 上板上面有一個洞 這個洞是為 和條的插置位置 像這樣 把它插進去 你看它自然呈現了75度角 為什麼會成為75度角呢? 因為我們上面有特別幫它先開一個75度的孔 而75度是怎麼來的? 75度是經過我們 許多次的研究才發現 75度是最好的角度 然後 之後上板 會放置我們的漢堡 最重要的漢堡 你看 像這邊還有一個洞 一個溝槽 這個溝槽是要放置染線的 然後染線放進去之後 然後整個插進去 它就可以自動 成為重力式自動暗接機 自動下降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作品的動作原理 謝謝大家 這個 自動暗接機的 作動原理呢 就是 我們依靠 探法本身的重量 與電線本身的重量 來讓這個 木板慢慢的玩家 慢慢的玩家 直到 Touch到電壓門之後 有 電壓條支撐 引火 到這邊先停止了 好 這點呢 剛好把這個 成立直線 這呢 是我們的斷電器 如何斷電呢 從這個洞插下去 從這個洞插下去之後呢 帶入板 先把它擺起來 帶入板降落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電壓條一樣持續在燒 直到燒到沒辦法倒電之後 火花火焰立即停止 我們作動原理的介紹到此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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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